好 現在還有我們的立法委員 我們的廚方議員 市議員 我們的廚方議員 好 我們楊梅基進行總部的總幹事 對對對 謝謝 好 現在我們用最熱烈的掌聲 感謝我們的高榮區的中執行長 請他來講幾句話 謝謝 非常感謝今天這麼冷的天氣 以你們的熱心來參與 我在此代表競選團隊 感謝你們的參與 因為今天 我抓的人數也有差 天氣也有差 很對不起我沒有盡到責任 因為這一次的選舉 大家在電視上也有看到 我想小英和我們的立委 候選人黃世傑 他們是 我們心目中的 中華民國台灣派 希望大家共同的來支持 使我們台灣派 給他有很好的票數來勝利 請大家共同來支持 請大家共同來支持 我們 大家共同的 來下架 來下架 中國的 中國國民黨 使我們能夠 贊送中國國民黨 最主要的任務 請大家共同來支持 今天 今天 今天我感謝到 感謝你們 給我們 這麼大的資助 也祝 在座的各位 家家庭安 萬事如意 謝謝 謝謝 好 我們謝謝我們 大高雄地區的 執行長 鍾慶昌 我們前里長 感謝他 非常 進食的一位里長 感謝里長 請操作 謝謝 謝謝 現在我們用最熱的掌聲 歡迎我們 不分區立委候選人 湯慧珍 好來 立委選話 講幾句話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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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剛才 在 跟大家 開場的 我們的 鍾慶昌 我們的 全里長 也是我們的 執行長 好 謝謝 還有我們 在地 揚梅區的 我們的議員 市議員 我們的鄭淑芳 市議員 還有我們 榮譽主委 許國媒 許主委 埔心區執行長 對 埔心區執行長 邱邱蘭 小姐 以及在座的各位 我們高雄地區的 所有鄉親 大家晚安 大家好 好 我是 民政局的局長 不曉得有沒有看過我 那 那 去年 剛好是 林子玲 里長在選 里長的時候 那 我跟市長講 我們旁邊有一個公園 要蓋 集會所 蓋市民活動中心 不曉得有來過的人 有沒有 有沒有聽到 好 有聽到 快要蓋了 那 那 我是在 二十年前 我擔任 揚梅 平鎮龍潭 的國大代表 我叫湯美俄 有聽過嗎 有 好 老朋友就有聽過了 好 那這次呢 也市長 推薦我擔任 不分區的立法委員 代表 客家族群 那今天呢 特別來這邊 給我們 市捷 這個 加油 因為 今天這麼冷的天氣 各位鄉親 不怕冷來到這邊 就表示 這個非常支持我們的市捷 但是 一定要 各位 親愛的鄉親 一定要幫他拉票 因為這個人才啊 一定要大家來虔誠 為什麼講市捷 這個人才 我跟他四年的同事 他是 兩個碩士 然後台大法律 這個法學碩士 我是台大法律 他更厲害 碩士 還有哥倫比亞的碩士 然後 考上律師 考上司法官 這更不簡單 他本來在 台北的通商法律事務所 有很高的薪水 但是 市長 我們的鄭文燦市長 希望他回來幫忙 因為升格後 所有的法令都要修改 所以請 市捷回來幫忙 這幾年 為什麼市長 可以 讓我們的桃園翻轉 因為 法令修改得好 讓他很多不能做的 沒辦法做事 他就讓他法律 重新再調整 讓不合十一的 把修正 所以我想大家都知道 我們黃世傑的法律的素養 是非常棒的 非常高的 他在我們這幾年任內 他協助我們的市長 讓我們的桃園整個不一樣 雅梅地區 大家想 鄭文燦市長在五年 跟我們另外一個縣長 將近也五年 有差多少 有沒有差很多 有 真的差很多 這其實我都跟過 我已經跟了好幾個縣市長 那我都在裡面擔任什麼勞工局長 法治處長 我都跟著 但是我覺得 我們的鄭文燦市長非常棒 他重用我們的黃世傑 這個人才來幫忙 所以這個人才 一定要大家來疼惜 一定 一定會不會給當選 好嗎 好 好 那因為市長 既然要讓我們的桃園 讓我們的揚梅地區有建設 那一定要牽承我們自己 民進黨的立法委員 才能夠爭取很多的預算回來 在過去的四年 不是民進黨的 都沒有幫忙 而且還在扯後腿 所以一定要讓我們自己 市長的子弟兵當選 他才有幫忙 爭取更多的預算 讓我們的桃園 讓我們的揚梅 更大的建設 更好的建設 大家說好不好 好 好 那因為我們不分區的立法委員 跟我們區域選出來的立委 人數一定要過半 國會要過半 才能夠讓我們的總統 我們三號的總統 小英總統 他連任之後 繼續來接受 我們的台灣 讓我們的台灣更繁榮 尤其在國家安全 國家的安全 以及民主自由 這個定位還可以保留下來 否則 大家可不 會不會想到說 萬一不是 那是後果不堪設想 所以一定要請大家 總統要支持誰 小英總統 三號的小英總統 那立法委員要支持誰 黃世傑 一號的黃世傑 那另外有一個不分區的立法委員 是他其實就是真 讓大家支持民主進步黨 14號的民主進步黨 讓我們的國會過半 好不好 好 我想 桃園已經讓大家看到了 五年來的進步 未來還有三年 希望我們的市長 他得到更好的子弟 來幫幫他 讓我們的桃園建設更好 這個其實大家 看那個資料都知道 這麼優秀的人才 一定要讓他盪去 那在這裡 我想天氣那麼冷 我們下一位來的嗎 好 希望暗冷 等一下永遠表演 讓表演的人 大家熱起來 我在這邊 謝謝大家 這麼冷的天氣 來支持我們黃世傑 一號的黃世傑 來祝福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我們謝謝 謝謝湯局長 感謝 感謝我們的那個 博芬基立委候選人 湯惠真 湯嬌姐 來幫我們那個 來幫我們的四節 加油打氣 非常的棒 非常的好 感謝 感謝您 謝謝您 真的是很辛苦 他還要繼續趕場 所以我們感謝他 好 我們現在介紹我們來賓 我們北市議員 我們的何博文 何議員也到現場 好 來為我們四節來加油 打氣 謝謝 什麼事先請我們的 我們何博文 我們新北市議員 何博文議員 請上台致詞 大家熱烈的掌聲好不好 謝謝 現場我最尊敬所有 我們桃園的鄉親 大家晚安 大家好 好 非常高興 我看到今天的天氣 這麼涼烈 這麼多鄉親 來這裡 為我們四節加油打氣 表示大家 天下小姐的少年人 希望讓他可以 立喚他 繼續為大家來發揮 讓他有機會 立喚他 用他發揮的專載 用他真真正正專業的角度 能夠為我們 立更多的良善的政策 最重要的是 四節他相當的年輕 很有拼勁 很有衝勁 一定可以在立法院 在中央 為我們桃園 扎扎實實 爭取更多的建設 做更多福國利民的事情 配合我們桃園市的發展 配合鄭文燦市長的發展 我相信這一定是最好的選擇 大家說對不對 好 親愛的鄉親 非常開心 看到大家 其實 在寒風中 更可以感受到這一股溫暖 過去幾年的時間 民進黨 也曾經在去年的 11月24號 獲得一個非常大的一個挫敗 當時的挫敗 幾乎讓民進黨趴在地上 差一點爬不起來 但是民進黨一個好處是 我們知道反省 我們知道檢討 各位親愛的鄉親 雖然過去幾年 民進黨努力的改革 可是也許有人覺得 民進黨不夠認真 可以再打拼 有人覺得民進黨 可能還有一些地方做得不好 所以經過一年的時間 我們歡喜 我們檢討 我們重新再贏得民眾的認同 各位親愛鄉親 我們經過這一整年 所有我們過去改革的成果 慢慢地浮出檯面 大家才知道說 其實這幾年來 民進黨做了很多好的事情 我們看看 現在我們的高市 騎上一萬兩千點 這是過去二十九年來 不會發生過的事情 一萬兩千點的股市行情 代表什麼 股市是台灣經濟的櫥窗 最重要的是 股市如果往上跑 就表示台灣的投資動能很好 就表示有很多的外商 也看準台灣的投資機會 就表示台灣未來的經濟景氣 會越來越好 親愛的鄉親 這一陣子以來 大家可以感受到 很多的台商陸陸續續回來台灣投資 有很多人說 那是因為中美貿易的關係 中美大戰的關係 所以這些台商回流 沒有錯 這也是一個關鍵的因素 但是大家要知道 如果我們沒有做好準備 突然之間 中美發生貿易大戰 很多的台商要回流 如果我們事前沒有準備 因為坦白講 一下子進來那麼多的一個投資的金額 我們有時候也承擔不起 那為什麼政府可以接收的很順利 順勢的把這樣的一股投資的動能 台商返鄉的動能 化作我們經濟上繼續成長的動能 很簡單 因為這幾年 其實政府默默做很多事 我舉例來講 我們提倡所謂的工業區的立體化 換句話說 我們透過工業區的立體化 增加了很多工業區的土地面積 我們解決過去經常被詬病的缺水缺電的一些問題 五缺的問題 包括缺水缺電天缺土地缺人才 我們這幾年做了很多改善的工作 另外 我們台灣因為2025年我們要廢除這個核能 所以我們要積極的取代核能的這個用電 這幾年來我們全力的發展 所有的再生能源綠能發電 包括這個風力各項的發電 我們積極的在做 太陽能光電板一樣一樣的發展 親愛的鄉親 我們除了能夠讓2025年的非核家園具體落實之外 最重要的 新的產業能夠帶動新的產業動能 能夠帶動產業升級的機會 能夠帶動給所有年輕人 更好的一個相關的工作機會 這一點一滴 這些年來 民進黨一步一腳印 扎扎實實的做 埋頭苦幹的做 換句話講 也因為這幾年打架的根基 讓現在台灣有好的軍機以後 慢慢 我們的經濟成長茁壯 會更加的踏實 所以 博文在這邊 恩萬所有的鄉親 繼續在民進黨搭桿 搭桿 電話給大家報告 大家可能不知道 我們這幾年來 有做一個很重要的政策 叫做長照2.0 過去長照2.0 要推動的時候 國民黨那個時候 他講說長照1.0 要往2.0 推動很困難 他當時講說 如果沒有用所謂的長照稅 就是要跟大家收錢 如果沒有用長照稅 或者增加一個便當錢 每個月可能要再增加好幾個便當錢 好幾個乳蛋的錢 長照2.0沒辦法做 可是這些年來 我們長照2.0不但推動 而且現在包括 居家照護 日間拖勞 喘息服務 還有很多的這種 相關的重症殘疾 的一些老人家 需要的照護 一樣一樣的落實 我們從第一年 可能只有少數的預算 一直到現在 長照2.0 已經擴及到很多層面 各位親愛的鄉親是大 我普遍要拜託大家 我們去四個賣 比起你的學生 或是你的小孩 是小的賣 更好用 這四個號碼 叫做1966 你哪有任何需要長照諮詢 你需要居家照護 你覺得不知道 哪裡有老人拖勞的服務 你有時候照顧家裡的長輩 覺得很辛苦 需要鑽一個 喘息的服務 你打1966 專人為你諮詢 我們有時候 請用一個小孩 請用一個大小孩 請用一個大小孩 二十歲 出去外面做社會做工作 有時候 苦不疼 電話說 小孩 拜託一下 快回來 老爸現在身體不舒服 帶我去看便宜 帶我去看醫生 說真的 年輕人有時候 還抽不開身 但是你把1966 四個號碼寄起來 你有需要長照諮詢 服務 請你打正式電話 專人為你諮詢 專人為你服務 我們說真的 過去四年來 支持蔡英文政府 這一票投下去 比養一個女兒 比養一個兒子 還更有用 台幅聲鼓勵一下 好不好 好 鄉親是大 不是只有這樣而已 我們過去 聽人說 說台灣的稅制改革不公平 每次稅改 只有對大財團有利 中小企業 或一些 這個基層的人民 感受不到 特別是 剛出社會的 很多的這個年輕學子 剛出社會的年輕人 怕一個月月薪不到三萬塊 一樣要繳所得稅 過去好多年的時間 主要改 國民黨做不到 我們這四年 把所得稅 三萬塊以下 不用繳所得稅的 這個減稅措施 把它落實 我們落實之後 不但財源沒有減少 我們今年的總預算 還可以做到 收入收支平衡 各位親愛的 鄉親期待 當年輕人 三萬塊以下的月薪 免稅之後 省下的稅金 他可以奉養父母 他可以照顧欺小 他可以把這些錢 當作自己的零用錢 來提升自己的生活品質 各位親愛的鄉親視頻 過去做不到的 創意我們做到 拜託大家 鼓勵再鼓勵再鼓勵再鼓勵 好不好 好 不是只有這樣而已 我說真的 我們這幾年來做的事情 實在是有夠多 但是普通要讓大家拜託一件事 我們不管怎麼做 縱使有不足的地方 縱使邀告 希望可以做好的地方 所以改革做一件 財富不貪玩 繼續給民進黨 在中央來之前 但是最重要 蔡英文總統 他希望可以把這個國家做好 但是國會要有人來收聽 國會要有人 替他支持替他 替他掌聲 相重要 國會要可以過半 國會要有專業 年輕人的人材 可以去國會 替他來講話 替他來打招 各位親愛的鄉親視頻 我們黃士傑 他有法律的專業 他年輕有衝勁 而且他對於國會的運作 非常的熟悉 各位親愛的鄉親視頻 給黃士傑一個機會 給你去 你歡迎 做任小英總統 尊敬堅強的後燈 大家說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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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親愛的鄉親視頻 普分同志 非常感謝 大家今天天氣真的比較涼熱 大家來這裡 為小英總統加油 為我們黃士傑加油 要相重要的 普分也在這裡 拜託大家 一定要來自己的身體 顧好 來2020年1月11號 那天 不管我們透風 不管露雨 拜託大家 一定要去投票 你千萬不要說 我這兩票 哪有差 差很多 你也不要覺得說 現在看到了 小英總統的民調那麼好 所以你就不要去投票 親愛鄉親視頻 你這票投票 不是為民進黨 也不是為了蔡英文 也不是為了黃士傑 相重要 你這兩票投票 是對自己的負責 是對我們的驚義事實負責 表示我們台灣 未來要繼續改革進步的路徑 表示我們台灣 未來的廟 竟然沉淪在香港一樣的恐懼當中 你這票投票 表達你的心聲 保護你的驚義事實負責 保護我們台灣 還有我們的租負責 還有我們的經濟 拜託大家 一月才一號 一定要一票蔡英文 一票黃士傑 大家說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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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天天氣很冷 所以我想拜託大家 拜託大家 我們軍頭部的電腦 迎迎迎 來請求一下好不好 我們軍頭部的電腦 迎迎 我們大聲來發出 對我們小英總統的加油 對我們黃士傑加油 對台灣的願望 對民進黨政黨表的期待 拜託大家 我發蔡英文 大家發動算 我發黃士傑 大家也發動算 我們替台灣加油一下 我發2020 大家發台灣要贏 這樣好不好 好 勝東票14號 不要忘記給民進黨 拜託一下 來 來 我們右手舉起來 軍頭部的電腦 營營營 大聲化出在你的眼前 讓我們的熱情 淹沒了這整個寒冷的冬天 來 創油門 動算 這樣生活有影響嗎 拜託大家比較大聲 好 來 高聲一點 來 創油門 動算 創油門 動算 創油門 動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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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來 謝謝 來 黃士傑 動算 黃士傑 動算 黃士傑 動算 好 好 民進黨政黨票幾號 14號 14號 黃士傑幾號 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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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的小英雄怎麼幾號 3號 感謝大家 畫畫2020台灣要贏 好不好 好 2020 台灣要贏 2020 台灣要贏 2020 台灣要贏 感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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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的何議員 大力的推薦 對 真的感謝您 感謝 謝謝 謝謝 各位鄉親 我們2020真的很重要 我們這一戰 我們的選舉 非常重要 全世界都關係 我們台灣的這一場戰爭 選舉的戰爭 如果 我們明年1月11號 沒有把投票投給我們需要的人 我們台灣就被沉淪了 所以